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我國軍方也加強戒備 防範共軍威脅 傳出中國解放軍 從福建往臺灣方向 釋放高空偵測氣球 我國防部證實 今年以來已經發現有四波 中國軍方的高空氣球 飄過我國空域 軍方研判目的可能是氣象 或者是科學研究 陸軍 海軍 空軍 三軍弟兄 從早到晚二十四小時 是隨時保持警戒 烏克蘭正招手俄羅斯侵略 為防範中國趁機來襲 加強戒備的國軍發布戰備影片 還特別放入三軍武器 發射彈藥畫面 包括軍艦 戰車 戰機 以及地面飛彈部隊 強調隨時有能力因應第一情威脅 不過中國從二月二十七號到三月一號 一連三天在南海進行軍事訓練 還劃定區域 禁止傳播進入 中部以北空域也傳出四度出現 中國高空氣球發現地點包括基隆 桃園 新竹與台中 高度大約一萬到九千英尺 國防部正式這樣的消息 初步分析這些氣球 是用來做氣象或科學研究 對於台灣周邊海公域的各項狀況 也各種異常的增厚 軍事相關的動態等等 國軍都會以謹慎的態度來面對 來確保國家的安全 據了解這些氣球 來自中國福建省的七二集團軍 遠程火箭旅 由於目前正值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敏感時期 包括軍事學者 與多位立法院國防委會委員都認為 動機並不單純 中國持續對我文攻武嚇 就連國際大部分國家指責 俄羅斯惡意侵擾烏克蘭的時候 解放軍對台各項威脅 不但沒有收斂 還持續進行各項軍事行動 國軍除了強化戰力 也加強敵情增收 不讓敵軍有絲毫機會 越過類似一步 就這樣說 陳希萌 台北報導 也請她 童韮 二季